那么刚刚呢我们把代码发给大家了 大家应该都已经把这个程序给打开了 打开之后效果就和这里效果一样 又在这卡的不动 其实我们正在ReadyUR from RedisKit 当当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往对应的 当当 Redis里面呢插入了URT值 插入之后呢我们看一下现象是什么样子的 大家肯定有台电脑 已经开始抓数据了 是不是就跟我一样呢 是不是就跟我这一样 快抓出去了 大家应该现在已经动起来了对不对 动起来效果就抓了这么一样的数据 对不对 看见了吗 效果就这个样子 我们相当于现在的效果就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有非常多的电脑同时帮助我们完成一个爬虫 他们抓的URT值肯定都是不重复的 因为一个 电脑上的程序呢 把一个折扣的对象拿过了之后呢 另外一个折扣的对象就拿不到了 最后拿死他的URT值 就拿这个URT值一样 它都是一个偷偷的操作 拿了之后就删了 那么其他的电脑 其他的服务器 下一场就获取 URT值 再上去获取URT值一块对象的可能 可能就获取到 是一个新的URT值一块对象 明白吗 那这个时候就能够帮 让他帮助我们呢 去完成一个这样的分布式化妆 都在那几协同工作 帮我们做这样的事情 现在大家明白吗 这就是这个程序的效果 那到这里呢 我们程序写完了 那么再回头去看一下我们的程序 我们程序在这个地方非常简单 比我们之前的苏林的那个程序 还要简单 因为我们当当往这个价格呢 它其实就在页面的响应中 对不对 我们不用再额外发动价格请求 那么只不过有些什么区别呢 当当这个地方呢 它的数据分了三类 大分类 中间分类 以及小分类 这样三类对吧 那么大分类这个地方呢 我们写一个分组 把它变定它 然后分组完之后呢 再去获取小分类那个分组 再请求 再去变定它 那么小分类这个地方呢 我们勾到请求 勾到请求的时候 我们需要使用一下Deep copy 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大分类那个地方 勾到了一个item 后面大分类中间 中间分类 中间分类上面的小分类 小分类中间所有的图书呢 都是来自于一个item 这个时候呢 肯定会重复 那所以为了并没有它重复呢 我们在这里使用一下Deep copy 就好了 好了之后呢 在下面的时候呢 我们就去获取每本书的内容 获取了之后呢 当然这个地方 我们并没有去把它做一次 传到pipeline的操作 我们大家也可以把它 通过EAL的命令呢 把它EAL的到pipeline里边去 那这里呢 我们只是打击一下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呢 这个结果呢 我们还是写了一个翻译的这样的操作 那么通过翻译这个操作呢 我们可以去获取 你本书的下一代数据 对吧 那当我们程序 我们70多块电脑一起跑起来之后呢 那效果肯定很快 就把数据全部抓完了 对吧 那效率呢 相当于在之前效率进程上呢 提升70倍 对不对 所以说经常有时候 我面试刚刚问你 我们想要提升我操作效率 最简单的方法 是什么 怎么样方法呀 一个非常直接的方法 就是实验分布式嘛 都在电脑一起抓 我一个电脑可能一秒钟 只能发100个请求 你想能发1000个请求 那就用实在电脑吧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这个smole是非常简单的 只不过实验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考虑很多方式 比如说 我们使用scribe in redis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 让它继承字 redis spreader 就可以实验那个分布式夸动 那么和这些分布式 和之前的方式区别 就在哪呢 就在于跟它计算的fli不一样了 一个是这个 现在没有scribe in redis 那么刚刚给大家讲过 为什么这个地方 没有scribe in redis 还记得吗 为什么这里 不要写scribe in redis 为什么这里不能写scribe in redis 是不是 当我们代码 大家看到都是一样的 都放到了不同的电脑上 不同的符记上面 但是同时跑起来之后 如果说每个代码里面 都有scribe in redis 这个scribe in redis 是不是都会被每个电脑 都抓一遍 这地方是不是就重复了 但现在我们用了 一个redis key 我们往对应的redis里面 他们公用的redis里面 这个键里面 不是叫URL地址 达到的效果是什么样子呢 达到的效果就是 当一个电脑 把这个URL地址抓到之后 另外电脑 就抓不到这个URL地址了 它是一个破补的操作 就是获取到之后 就把它删掉 那么scribe in redis 抓什么呢 抓的就是 其中某一台电脑 获取到的请求 存在redis里面 带爬学习块对象 对吧 差不多从redis里面 读带爬学习块对象 然后拿出来之后呢 去发动请求 以及获取响应 这地方能明白吗 所以效果呢 就是刚刚给大家演的效果 那么刚刚写这个 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 一个分布式扒动 大家在一起抓一个项目 抓一个扒动的数据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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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